据台湾媒体报道,女星张怀轩出道多年,因在本土剧《风水石家》饰演白沫贝拉走红,但在拍戏时发生重栓意外,导致颈椎锥肩盘碎裂,开刀后为了好好休养,今年初无预警宣布弹出演艺圈,现则转为从商,没想到竟传出复饭局时差点被知名地产业大亨性侵。 据媒体报道,张怀轩宣布布延西后,就投入宝禁食品市场,为了扩展业务,打算透过朋友介绍而认识,一些商界知名大佬,未料复饭局后,一名经营地产的P先生,在过程中不断对他毛手毛脚,他警局状况不妙,并想提早离开,但P先生竟然还跟着他到停车场,甚至再度伸出闲猪手,想有更进一步的接触,索性他奋力抵抗,才没让对方得逞。 而张怀轩先已对P先生提出告诉,全案进入检警侦办程序,张怀轩本名张玉昕,台湾女演员,她踏入演艺圈已有十余年,一直都是龙套角色,直到2012年出演民事八点档,风水世家中,张怀轩被拉一绝而嫌疑翻身。